新加坡 一个人口三百多万 面积只有台湾五十分之一的小国家 在政治经济的表现上 是亚洲甚至是世界名列前茅的优点生 在人民行动党持续的主政下 短短的四十年间 新加坡由一个百废待组的英殖民地 波胎换股成为一个国民所得 超过三万美元的亚洲营运中心 而且获得花园城市的美称 这其中最宝贵的经验 根据新加坡的规划专家告诉我们 只有八个字而已 坚持远见 整体规划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